这只香槟色太平好看哈 虽然没有修呢 它这个毛色看着特别像一只玩具熊哈 是吧 修完之后会更像的 那开始吧 现在到了看盲盒的环节了哈 也是粉丝们最期待的 对 因为眼睛是狗狗的颜值第一个环节嘛 好看不好看就这一瞬间了 希望会有惊喜哈 放心吧 绝对会有的 第一只眼睛已经开出来了哈 看着还可以 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二只 不错不错 这张眼睛看着还挺大的哈 瞬间有湿的 是的 接着再修个圆圆的小脸 好嘞 天呐 这是什么神仙小狗呀 还吐着小舌头呢 也太好看了吧 被蒙弄了吧 它把小耳朵像这米其形的 就更完美了 那咱们要打造一只完美的小狗 那必须的 你看它多配合呀 它估计知道自己变美了哈 所以一动也不动的 它不仅坐着乖 它站着也乖哈 咱来看一下蒸联 看它太像一只从动漫里走出来的玩偶了 还给它卡了个发卡 打扮得美美的 再来给粉丝们展示一下它的品相吧 好的 它的嘴巴超短 还不到一只 再来看一下后背的毛量 它的毛量也特别好 毛肺也很均匀啊 体型也很小小的 它属于小方体的 再来看一下正联 真好看 再给它拍个美照 找个好家 好的 愿你的冬天没有孤单 只有爱的回忆 愿你的冬天冬结所有烦恼和失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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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